字幕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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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Edie 歡迎回到Live Genoming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 關於飛林相機的東西 自從我拍了那條飛林相機的影片之後 附附續續有不少人 會留言問我 一些關於買飛林相機的東西 所以這次想一次過解答大家 說回我自己拍飛林相機的歷程 其實我也是 由前年的7月開始 接觸飛林相機 之後買了我第一部的飛林相機 然後就慢慢拍照到現在 大家有看過我那條影片 都知道我第一卷飛林相機拍出來 有多失敗的了 但是呢 經過了一年的時間 我自己覺得呢 我拍飛林相機的那個 進步都很大 所以我就想給大家看一下 最近這一年我拍的相機 看看給大家看一下 究竟我拍的相機有什麼變化 演唱會 演唱會 這首版的姿勢 是不可厚的 那是爺 ? 那是爺 我們是不可厚的 演唱會 要演唱會 就是在於你 對 的 首先講一下我用哪一部飛林相機 其實我用兩部飛林相機 一部就是單反相機 這一部Olympus OM10 另一部就是一部傻瓜機 它就是這一部Olympus XA2 我之前那段影片都講過這兩部相機 主要的分別就是這一部是內視鏡頭 那個焦段是有三個段 比較少東西教的 但就輕便很多 而這一部就是單反 即是可以換鏡頭 之後有很多東西可以教 因為有很多人其實從小到大 只是接觸過數碼相機 所以具於飛林相機的原理 或者是飛林相機的東西 都是一要不通的 所以我就想講一下 基本大家需要知道的東西 單反用就基本上是停車債 所以在市面買到的都是二手的 那我自己就是在SHOWER這間店買的 因為這間店是一間神體店 你可以神體上去 店員會很細心的介紹 讓你知道不同的飛林相機的效果是怎樣 而且你可以摸上手試一下按一下 每一個的飛林相機 它那個敗門的聲音都是不同的 因為是機械的 而且你也可以聽店員講解 每一種的機器的特色是怎樣 譬如有些是電子反門的 有些是不穩的 沒有去模式就是手道模式 另外就是它有摺合模式 又或者會因應你想拍些什麼 會介紹不同的機器給你 因為我都建議大家可以去看看一些實體點機 其實你上網搜尋飛林相機 在IG都會找到幾間比較有名的 因為飛林相機全部都是二手的關係 所以試清楚是很重要的 我自己就不建議去自己上網找一些二手買回來 因為你不知道別人用了多久 以及有什麼問題 而在這些實體點買的話 它通常就會有三個月的保養 在這幾個月內 你就可以試清楚這部機器 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有的話就要回去換 而且有些舊機裡面的海綿 可能已經有些磨蝕了 或者也會有些殘舊的情況 這些磨蝕了的海綿 就會有機會會養到透光的問題 所以我自己去開這間Shower 這間店鋪頭 它會幫你 所有入的機器都預先清潔好 以及預先塞好海綿 所以你就不用擔心 那部機器都會有這些漏光的問題 那如果你真的想買菲林機的話 那你就要買兩件東西 首先就是菲林機 以及菲林 不同的菲林 它們用出來的效果都會有些不同 譬如是 有些會偏紅一點 有些會偏白一點 偏白一點 也有便宜到貴 那最便宜的話 大概可以去到二十幾元 三十元一卷 每一卷就大概有二十四張或者三十六張 我自己就平時比較多用不開這個 因為比較便宜 它是三十六張的 那就是四百 ISO 你一定會拍到出來的 基本上夠光了 另外還有這個 這個是AGFA的菲林 這個已經停產了 我這個是2019年10月 過了期的 過了期的菲林 就會比較 沒有那麼容易去感光 所以 如果它是ISO400的話 你就預算是沒有四百那麼好的 那我自己就覺得這個 AGFA這個菲林 雖然它也是ISO400 會比較鮮艷 它的色彩比較豐富 它的色彩比較豐富 質感比較高 我現在這支鏡是50mm 1.4 50mm就是你拍到的範圍有多大 譬如有些是廣角鏡 可能就是10mm 或者28mm 這個鏡就比較適合拍攝 因為如果你拍到的鏡頭太窄的話 其實就很漂亮的 要出來的景色 所以如果你需要拍一些很宏偉的風景 或者去旅行的很壯麗的景色的話 那你就可能要買一個 比較廣角的鏡頭 但是廣角鏡頭 一般來說 它的光圈會比較小一點 所以你就要自己去平衡一下 如果它是有廣角 光圈又大的鏡頭 通常都很貴 我自己這個就是標準鏡 50mm的 它的光圈就是1.4 其實正常1.8都已經叫做大光圈了 但1.4就是再大一點 也都是1.2的光圈 所以你就可以因應你個人喜好 因為我買這部相機的時候 就很想拍到那種人像 人在前面 竟然在後面化開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特地買一個大一點的光圈 那說Focus 玩FITOM相機 最容易分散的就是對焦 我自己這個就是列象對焦 列象對焦 中間就會有一個圓形 它就會把圓形分成上下半 假設我現在要敷在前面 或者是章書桌 我會看到在上半圓和下半圓 它是 如果未敷到的話 它就會離開 如果它拼在一起的時候 它就能夠焦點 這個是很難解釋給你們知道 但如果你是親身去到相機店裡試 你就會一試你就明白 但我起初玩FITOM相機的時候 都是承認記得Focus 因為有時你真的差一點 你枕肉眼看是不會太焦的 拍完出來才發現 原來全部都Focus不到 如果你的光圈較大 你的Focus就會更加準 要不然你就會很容易對不到焦 譬如一個人像 我試過朋友 然後封了一條頸 但封不了一個人面 結果這個人面也是會蒙的 這樣一卷菲林就有35張 你要拍完36張才可以整卷拿去曬 拿了一卷菲林去曬之後 我去開的店舖 它就會拿了一卷菲林 之後抹下你的電話號碼 然後大概三個小時 它就會傳回一個 一個WhatsApp的Google Drive的連結 你打開Google Drive 裡面就會有你的相片 的Soft Copy 我知道以前人家曬上 就是拿了一卷菲林去 然後會給你一些實體的相片 但現在已經很少人用這種方法 因為大家都是想在電腦裡 分享想Po相片 通常都會變回電子版 但如果你真的想曬上一張黑咖啡 你也可以之後再畫 我想這幾張曬上黑咖啡 它就會幫你維持起 這個菲林底片一個月 一個月內 你就要去那間店舖 拿回來 不然它就會再幫你維持起來 剛才說一下ISO ISO就是按光度 指引 現在這個光線有不夠光 如果不夠光的話 你就要高一點的ISO 所以在相片拍出來會更多 但是它上面的畫質會更差 會有更多膚 這就是在數碼相機的情況下 你可以自己調整 但在菲林相機的ISO 是不能直接調整的 那它是怎樣的呢 菲林相機的ISO 其實就是根據菲林 例如我這一卷 它是CODEX的Ultra Max 它就寫著ISO400 那它就是說 它這卷菲林 整個卷都是ISO400 這個寫著800 那這個就寫著100 所以香港比較多陰天的時間 還有室內呢 最好都是要400以上的 如果你想拍東西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買一些 再高一點ISO的菲林 例如是800以上 那我自己另一個 從拍菲林相得來的一個學習 就是我發現我拍了菲林相之後 我的看一個景物的光線 充不充足 還有需要調校多少光圈快門 是有多了很多不同的認知的 以前不懂拍照的時候 其實都知道有光圈快門 對焦這些東西的 但是呢 人家跟你說了很多什麼ISO 其實呢 你都不知道究竟 究竟應該是要調校什麼 才叫做好 但是呢 自從我自己有一部菲林機之後 因為你每一次都要調校 每一次都要對焦 那你拍完出來之後 就會發現 原來呢 如果我調校到這個光圈 我其他東西就會忘了 或者是如果我這個光線 用多少的光圈 多少的ISO 是不可以的 對於光圈和快門的感覺 是會比較敏銳了的 我想如果我用掃碼相機 我是不會這麼快可以學到這些東西 這些的認知 我很難解釋給你們知道 也很難教人的 但是你要自己摸上手 拍一下拍一下 你才會得出這些的認知 如果我買一部全片幅的數碼相機 都要萬幾二萬元 加上鏡頭也很貴 但是呢 我買一部菲林機 機身都是大約一千元左右 基本上大部份的單反機 機身都是大約一千元左右 至於鏡頭的話 貴的話 都可能一千多元 幾千元都有 但是便宜的鏡頭 都可以有幾百元左右 我自己就覺得這個價位 我比較容易接受 但是呢 我起碼可以確保的是 我把照片拍出來 都有全片幅的質素 第一個我覺得 如果你是適合拍片相機 就是你不是有很多預算 去買相機 但你又很想拍到那些 很高質素的照片 那你就可以試一下 入手菲林機 第二種人 適合用菲林機 就是 你真是一個文青 很喜歡那種 要慢慢去感受那樣東西的味道 譬如呢 我認識很多人 就說 拍完之後看不回來 那我就不知道拍成怎樣 但是呢 一個真日文青 就是不會介意 照片不是原理 因為呢 你就是捕捉那個當下 所以呢 當你等待它 曬出來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很驚喜的感覺 好了 那這個呢 就是我對於菲林相機的 一些小分享 那如果你是想入手的話 那可能你都還有很多不同 你類型的疑問 那你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那其實 雖然我自己就不是什麼攝影的高手 那但是我自己都很喜歡拍照的 那如果大家都有興趣去看 關於這些不同的菲林相機 啊 關於不同的菲林的分享 那我時你都可以做多些這一類型的分享 那我喜歡哪 那我喜歡的 那我喜歡的